日本当好少女偶像团体AKB48 受邀来台亲自体验台北101的景点 那么这当中他们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些景点 那么有节目就特地为AKB48先行探路 希望在7月初就可以让他们体会到台北的美 为了让日本偶像团体AKB48的成员来到台湾 还能够享受到和日本一样的温泉 节目主称侯昌明夫妇俩特别缤纷两路 寻找适合女子天团的特别行程 我们是拖AKB48来才能够这么舒服的温泉 位在新北头的高级温泉饭店 隐私性高风景好 自亚兰说这样的舒适度一级棒的温泉 一定可以让AKB48留下难忘的印象 到了晚上当然要带他们到夜市去 好好的大快躲一一番 不过两方人马竞争寻找美食 舒的一方还得接受晚面的惩罚 哼上鸣痛得大叫表情整个扭曲变形 不过相信这样的夜市文化 一定可以让AKB48有个特别的回忆 日本女子天团AKB48在7月初要来台体验 台北101个观光景点的美与特殊性 节目化身彩线团台北的知名景点 先玩透透 中文新闻林威凡台北采访报道